前几天我发了一个视频说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在维尼斯 一个中国男的说请我吃饭 然后结账的时候呢就要求跟我AA 然后我就真跟他AA了 这事情的原委呢我在那个视频里面都说了 那个视频发到别的平台评论我觉得还都是挺正常的 但是发到B站画风就不一样了 有人说你要饭都要到国外去了 还有人说啊你他做的有什么不对吗 然后还有的说还不是因为你嘴馋 要占人家便宜没占上 人家和你AA你就急了 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在看我的视频啊 我也给大家解密一下就是中年人交友的这个现状 但是呢我就只能代表像我这一类的中年人 我不能代表全部中年人 我是什么情况我现在41岁没结婚没孩子 现在在意大利留学四年没工作 因为要上学我之前是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工作 我就是那些赶上了中国互联网红利和房地产红利的人 所以我才有钱出来留学 四年不用上班还能活着 而且很可能明年还不上班 因为毕竟仗着还有点钱 现在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想出去约会就出去约会想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 但是我跟那个AA男可不是约会 我已经很久没跟亚裔约会了 不是我不喜欢亚裔 而是因为这个年纪的亚裔男性都有结婚的诉求了 而我还没有准备好结婚 所以我就不想耽误别人的时间 我就是想交朋友 毕竟生活做标面了 说好听了是重启人生 说不好听了 一切清明 周围没有朋友 没有人帮我呀 我在和这个人见面之前 我是跟他有电话交流过的 我知道他有基本情况 他也知道我的 因为他关注了我嘛 看了我不少视频 他是知道我长什么样的 可是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我是觉得他这个人呢 应该是不错 所以才决定要见面 但是我去维尼斯不是专门为了见他啊 我是为了看黄黄节和博物馆 他恰好住在维尼斯 他要是住巴黎的话 我就见不着了 因为我现在不是没有去游侃吗 去不了巴黎 他是之前跟我做了耗耗无畅时间的谱店 说他炒股挣了很多钱 这个我是相信的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这种炒股小天才 因为我是在互联网行业嘛 就是很多互联网大厂的这个员工 他们买腾讯或者阿里的这个股票 或者是卖掉的就是公司的期权 直接财务自由 所以就是 哎呀我周围这个人就怎么都这么有钱 而且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娱乐频道上边境嘛 我也认识很多的这个演员 导演以及制片人 那几年影视行业也特别好 所以我这周围就充斥着这种不差钱的人 但是那时候我渐渐的也不差钱了 赶上红利了嘛 所以我来意大利的时候啊 我看到这个本地人 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有钱 但是要说见到中国人 我觉得他们一定还挺有钱的 那我周围这些不差钱的人 就是我们在吃饭或者喝下午茶的时候 就是谁掏钱其实都无所谓了 这个主要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是谁发出的邀约 谁组的这个角 而且就是我在青岛工作的时候 我们投资人他自己是有会所的 我们在会所里能够安排一切的娱乐活动 啥买不买单呢 这第一盘都是自己的 你想吃啥让厨师给你做 青岛好吃的特别多 而且食材也非常新鲜 所以你看到中年人这种交友 和刚毕业的大学生 或者是刚参加工作的这种小年轻 是不一样的 你们手头不宽裕 AA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现在甭管男女赚钱都不容易 每个行业都不太景气 真不是我们那时候了 但是我们这些中年人 房子买了都不止一个了 见过钱挣过钱 人到中年了真不差吃的这一口 你知道吗 就如果我们还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 买单的时候那么窘迫 进个奢侈品店战战轻轻的生化别人瞧不起 哎呀那那些年007996 那这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而且中年人的这个荷尔蒙分泌 你们年轻人都少了不少 这个你们年轻人可能现在体会不到 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对一个人一见钟情了 就你要说是有没有那种 看一眼就烈火焚身的那种激情 有是有 但是对我来讲 单纯的对我来讲 那就必须得是年轻时候的小李子 或者是年轻时候的金城武 你别管人家能不能看上我 但是我是有标准的 不是什么晚上我都行 我以前吃的好 我现在吃的也不能差 我说的这个AA奶奶 她比我小好几岁 我是非常尊重她的 我们见第一面 我对她的感觉确实很一般 因为她跟我吐槽了 前女友那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挺不应该的 但也许她真的就是 比如说情绪太激动了 没忍住 所以就跟我吐槽了一下呢 也许就是觉得我亲戚 没法当外人呢 毕竟她看了那么多我的视频 她觉得已经和我非常的熟悉了 这是非常正常的 就像你看了很多 王一博的这个综艺 你觉得你对他就是非常的熟悉 但你站在他面前 你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 王一博根本就不认识你 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我是能够理解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彼此有一个认知的差异 然后呢 她说要带我去 维尼斯旁边那三个岛嘛 我就没有拒绝 时间地点都是她订的 但是她迟到了 午饭的饭店是她选的 还说要请我吃饭 结果就像变脸一样 拿到账单的时候 就让我付15欧 我全付都没问题 但你至少尊重我一下 你得尊重一下我的时间吧 我是来旅游的 不像你住这儿 我想多玩玩多逛逛 而且我非得去 你只订了餐厅吃饭吗 我自己找不上饭店吗 我自己没钱吃饭吗 我狂欢节那几天 那么贵的酒店都订了一周 我差着一顿饭了吗 而且还也被你羞辱一顿 说我差你便宜 我的天哪 我见过好几个我的粉丝 就真的没有像他那样的 我觉得能关注我的人 还都是有点素质 而且很有趣的人 看来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说明我是不是粉丝也变多了 又混杂了 一个不缺钱的年轻人 他为了一顿饭 就主动邀约你 还要跟你AA 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也看到一些男朋友 给我发评论说 他约你去他家住 就是想睡你 你都是成年人了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就是为了要杜绝 被他睡 我才拒绝去他家 但不是说 我不想跟他做朋友 就中年人已经不需要 用这种方式去满足欲望了 你知道吗 你花钱请个专业对的 你磕都不用了 你钱给够了 他给你的服务贼好 那像我这样你还给我闹磕 是吧 然后我还不一定同意 看不上你 没错我还兴奉你一顿 中年人缺的是什么 他们缺的是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和自己同频聊天的人了 我就是一直在找这样的人 你看那些老年相亲节目 就很多是在谈钱 看对方的物质条件 很现实 那我们这些不怎么缺钱的中年人 我们其实也不需要用婚姻去保证我们的生活质量了 我们自己吃吃喝喝安排的都很好 而且顺便还能环球旅行 可能我们需要的真的不是一个情人一个保姆 而是我们需要身边有很多能够交流的 比如说能一起旅行的一起搞事的这些朋友 等老了之后我们还愿意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 比如学个乐器呀 在夕阳下发个呆呀 就我为什么要跟A男见面呢 因为他搞过一些中意的交流项目 我在国内也有相应的资源 那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 那这些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肯定会越来越多 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跟我一起做大事 但是很显然他不是 说变挂就变挂 阴晴不定 还不能保守住秘密 他真的就不配跟我做朋友 好吧 这个A男的这个故事 我以后就不会再这么长篇的说了 但是这个人非常有代表性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的一个分享 中年人的这个交流的现状 我是戴宁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再见啦 吵吵